国立台东大学与台东县政府合作 争取行政院国发会花冬基金及教育部专款补助 在台东校区中正堂原址建制仙岛型食品生技工厂 10月29号下午1点办理修造开工仪式 事实上我们学校仙岛型的食品生技工厂 在台东校区能够有一个开始 确实是获得我们台东的各级长官 民意代表 还有我们的所有乡亲的支持 我记得我第一次谈到 和这个花冬基金申请相关的事情是 2016年的3月21号 就是谈到就是说如何运用花冬基金呢 来帮助学校的一些建设 当时讲到呢就是怎么样呢 一定要获得部会的支持才有可能性 我想这是非常关键的提醒 花冬基金呢 这个只有花联县政府台东县政府有提案权 所以当时我们规划了一个 这个要促进地区农业相关发展的计划 所以过了几个月呢 我们把这个计划书呢写出来 就是希望可以协助我们在地的农林鱼木 一级产业呢 如何让它六级化 这六级化呢 包括二级的加工 然后三级的行销 这一加二加三呢 就是六级 然后我们今天呢 大家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这个厂呢 我们也花了一年多 来做设计的工作 现在已经工程已经招标 标出去了 马上要尽情开工 我们要特别让我们的长官们 还有民意代表们 还有我们业界的朋友们 了解一下 我们将来要如何来进行的 就是说基本上这里 因为学校的关系 没有办法取得工厂的认证 所以假设我们将来在这边做的 会比较是属于 学校这边可以帮忙大家的 我想是比较是属于在实验 在试作 在研发 这个上面 那假设在开发之后 我们业者认为觉得说 这个东西有值得再进一步扩大 它的规模的 那我们可以后续再来发展 甚至于因为这样子 也许我们就有机会 引进更大的企业 来做真正的 取得证照的加工厂 然后来取得工厂的认证 大规模的来生产制造 然后卖到市场上面去 所以其实这个 先导型如果能够顺利 能够很成功的话 我觉得对台东的产业的发展 是会很有帮助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场 其实是我们学界跟政府 还有产业界大家一起来合作 推动一个非常重要 不只是对台东的农业 我相信对台东的相关的行业 都是有非常关键性的影响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一个好的点子 从发想 从有这样的点子 它真正的能够被量产 在市面上能够来行销 这中间要经过非常长的路途 甚至艰辛的路途 那个艰辛不只是时间 而且包括有很多的劳力 包括很多的费用要投入 但是如果这样子 每一件的费用的投入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也许有年轻人他认为说 木鳖果或者是洛神 他可以把它研发成更好的一个产品 但是他从这样的想法 到能够真正的量产 到行销到市面上 其实是很久很久的时间 而且要花费很多的精神 金钱甚至劳力 但是如果这样每一个想法 都要让自己 每一个有创意的人 要自己去负责负担这样的费用的话 我相信那个是对许多人来讲 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负荷 这也是我们仙岛型的食品工厂 加工厂这样的设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目的 消防说明 仙岛型食品生技工厂具备冷冻干燥 流动层干燥造力 超微细研磨 超硬波酒精萃取等研制技术 并采购了专业先进的设备 打造第一流的制程生产线 可提供台东地区师生及产业界做研究实习 增进创新及竞争力 未来更可透过产观学研生技研发技术 根据产品的特性进行适切的技型开发与包装设计 创造原物料产品的商业化加值效益 预计在108年3月正式营运服务 到时候将可提供胶囊 定计 滴丸 粉包 安瓶 立体茶包 耳挂包 精脆液体包装等产品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